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我们要来讲述在绿洲泉的另外一个家庭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女士呢 是梁蒙英 那蒙英这个名字呢 是在千语千询舞台剧的女主角的名字里面得到灵感 而起的 那我们现在要回家啦 家里现在有三个婴儿 我想让他们都增加年龄 因为在这种压压血雨的阶段太麻烦了 你知道吗 又不能走 必须得大人抱着 所以说很不方便嘛 干脆增加年龄到可以跑可以跳的那种年龄段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去厨房拿吃了 就是自己有需求可以自己讲出来 就不需要大人在旁边就一直伺候着 那我们生了两男两女 我们其中一个孩子呢 叫西蒂 那西蒂会在以后的节目里面 恋爱综艺里面出镜 那其他几位孩子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是我们的丽娜 丽娜在写作业呢 好乖哦 我们来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 他跟他父母其实长得一点都不像 他父母长得比他要好看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来帮他稍微微整一下 微调一下 至少说长得跟他们父母有一点相似吧 至少是要打扮成那种可可爱爱的模样 我觉得加点眼睫毛真的非常的 效果是还蛮明显的 这款发型是跟他的生母同款发型 我们来水碧月的那一套服装吧 嗯 纷纷嫩嫩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我们来穿个小裙子 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们再来换一个派对妆 那小孩子的妆容就会比较的简单一点嘛 那CC也没有那么多 模组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比较的方便 好啦 就这样差不多啦 我每次都非常好奇孩子生出来会长成什么样子 因为有些孩子会长到让你大吃一惊 你就会觉得甜啊 你知道吗 就这种开盲盒的喜悦感 我们崔静坛是一位男生 我们来看一下他会长成什么样子 他现在应该是幼儿的第一阶段吧 我让他增灵到可以走的那个年龄段 近他幼年长了一岁 我们来一个年人精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卡洛林 卡洛林是我们蒙英和他partner的最喜欢的一个大女儿 那他的名字的由来呢 是鬼妈妈里面的小女主角 那我们现在狂增灵啊 我们增完灵之后呢 就来看他们长成什么样子 万人迷 我让他喜欢读书吧 好吧 然后喜欢户外运动 我现在有点开始担心这一家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因为家里有五个小孩子 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把CD送给保姆先去养着 其他的先放在家里再说 那我们现在的森林都差不多了 那他们现在还沉浸在有很多孩子的喜悦当中 我们来看第一位孩子卡洛林 呃 长成这样 真的 气死人了 气死人了 这板寸头 他可是个女生啊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鼻子 就是九糟鼻 还是长满了黑头 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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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帮卡洛林重新做一个大改造 我是按照他的妈妈的一个脸型 和五官来设计的 那小孩子毕竟呢 眼睛要大一点 然后 五官稍微再圆润一点 这个发型还蛮适合 比较有个性的小姑娘的 这眼睛好可爱哦 我们就用这个眼睛 然后嘴唇的话 嗯 不能够太过于鲜艳 但至少要看上去还蛮健康的那种颜色 衣服的话我想跟他有卡洛林同款 同款大衣 但是不一定要红色 我们就来个黑色吧 然后小鞋子的话 我想换一个比较夸张 有童趣的 那这样子我们的卡洛林就 微整好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可不可爱 我们接下来要整的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丽娜的族谱 哦 我们的进行已经长大了 进行是我们小雅的第一个孩子 第一个女儿 好 丽娜是第二个 这是我们卡洛林的族谱 那她的哥哥是泽李 是泽李吗 对 我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泽李的长相 嗯 倒是比卡洛林好一点啊 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这个嘴巴是人猪 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啊 这眼睛倒是有亚洲的一番风味在那里 我觉得男生嘛 嘴巴就不要太夸张了 泽李嘛 我觉得她应该是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感觉 就是长大了千万不要当作伪君子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们的父母肤色都比较白嘛 尤其是妈妈 那我们小时候的男生的肤色应该会稍微偏白一点 长大后就不一定了 这样子会不会 咦 好凶啊 这样会不会太成熟了点啊 嗯 还行吧 其实 我觉得男生不一定 看上去一定要可爱兮兮的感觉 我们要长得清秀就可以了 发型的话 嗯 还是发型比较适合她吧 我们稍微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新鲜出炉了 好的 那我们马上就进入到游戏模式 欧菲利亚别墅 那这一款别墅呢 是我在模拟工房里面下载的 但是呢 我等会儿呢 就会把这栋别墅大改造 改造成我自己的一个住房的一个风格和习惯 他们这一家其实最近也是刚刚搬家 所以说也在慢慢的适应这个住房空间和环境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西蒂和我们的丽娜 他们刚刚聊完天哦 西蒂超级喜欢就是一个人大家一个地方 我们再来熟悉一下丽娜的族谱 然后再来看一下西蒂的族谱 西蒂和静谈是Jack和蒙英的孩子 好了 那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呢 是我搭建好改造好的那栋别墅 欧菲利亚别墅 我名字还没有改啊 但这一集结束之后再来改一下名字 看一下这个名字比较好 那现在Jerry呢还沉浸在他心得儿子和女儿的一个喜悦当中 我们的大女主在板凳上 这叫板凳吗 反正就在那里休息 小睡一会儿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家里面的情况 那外面都是一些运动器材哦 还有烧烤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猫砂盆和猫碗 那这户人家不太爱吃烧烤 所以烧烤放的就 放置的就比较的简单随意 那我们这栋楼的最上层呢 是我们孩子的空间 因为我们家有四位吧 四位孩子 所以孩童的空间是非常宽敞的 而且应有尽有 就配备比较齐全啦 我很希望就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 小时候也会拥有这么一样的空间 但是只可惜 我们那个年龄段 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富裕 那么往下走的一层呢 就是我们大人的空间啦 那大人的空间很简单 那这一层呢 就是 娱乐休闲的地方 那这是最下层呢 就是第一楼 一楼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厨房 还有客厅 就是标准的配置啦 大家如果经常看我的视频的话 其实我的一个建房的思路 和风格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的梁文英呢 因为家里有四个孩子嘛 特别的忙 要为他们准备早中晚饭 那所以他现在正在做饭 你看他走路的姿势 说明他已经蛮 对啊 他现在是非常不舒服的状态 又饿又累吧 这是意大利面吗 我忘记我刚才点什么了 哎 我们的Jack 是真的好不开心哦 我们先不管Jack 我们先来管梦英 哎 梦英现在的人生是很苦逼啊 他要照顾四个孩子 那同时呢 他还要拥有自己的人生 就真的很难就是顾全大局啊 不过他现在的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要生更多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就是特别小生孩子 因为生完孩子 他不一定就是放在自己家里养嘛 他可以送给别人 然后长大了之后呢 再送回来 反正他们家里有的是钱 根本不怕这种经济的开支问题 哎 我家的猫竟然站在VocuCleaner上面 不知道想干什么 还挺好玩的 他可能觉得 哎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动 这个模组冲突的 嗯 我等会儿吧 把这个盖在床上的床单给删了吧 这样子反而看上去没有那么的和谐 现在是周四晚上十一点 那Jack现在呢 在跟猫咪玩 他等会儿要去厨房拿点吃的 就是做点宵夜吧 晚上就是吃一点好消化的食物就可以了 我们的Lina到现在还没有睡 他感到非常的害怕 因为床底下有什么怪物之类的东西 我们来说一个有关鼻屎的笑话吧 哈哈 然后再来讨论一下学校的近况 哇 这个动作真的好夸张呀 看着Jack一头雾水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窗底下怎么可能会有怪物呢 我们先来填饱肚子 先不要说那么的废话 小姑娘真的很可爱耶 现在我们的Jack要来做卤笋 asparagus 你知道很多人就只记得英文 就忘记了卤笋的中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这个英文读起来就比较拗口 哎 为什么卤笋切来切去就切成洋葱了 哎 这个场景还真的是蛮像我家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做那种汤根的食物 哎 小姑娘在吃 Chicken nuggets吗 不要吃这种就是油炸的食物 就小时候真的要吃一点健康的 你长大吃什么都无所谓 就小时候的营养底子就一定要打好嘛 哎 我突然发现我也是蛮传统的哦 现在我们要来干嘛呢 啊 我们的Peter就睡醒了 他可能也想做饭吧 哦 不对 他想订购杂物哎 啊 确实就家里缺了很多吃的东西 那我们干脆要订购就全部都订购一遍吧 蔬菜啊 水果啊 牛奶啊 像白肉 红肉什么的 柠檬 鱼 梨 我好久没有吃梨了 洋葱什么的 樱桃都点下 然后还有书籍也点下 糖 哎 这里有没有盐啊 哦 我这里看到面粉和糖还蛮多次的 胡萝卜 草莓 蓝莓 覆盆子 虽然我不太喜欢吃什么芹菜 但有芹的蔬菜我都不太喜欢吃 但是家人可能喜欢吃吧 所以还是要买一点 然后这些鱼啊都买一点 我们等会儿去门外去拿外卖就可以了 他送的还蛮快的 我们的门音在休息 嗯 那就不让她做事情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孩子们在干嘛 丽娜感到非常的疲惫 让她去睡一会儿呗 哦 她疲惫肯定就是因为 床底下有东西她不敢睡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一个事情 如果说你没有及时去接受外卖的话呢 那外卖小哥就会把外卖 直接放在你的玄关处或者门外 然后等着你自己去拿 他会有个通知来通知你说 因为家里没有人 所以说 你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拿 哦 这外卖小哥 直接把东西放在了桌子上诶 还挺considerate的 我们来寒暄一下 然后就拜拜啦 他到底想不想打扫啊 就直接放桌上 哎 不管了 我们的门音已经睡醒了 我们的孩子都醒了 但是好像三个状态都不是很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更多的食物了 因为我们杂物的配备就现在已经蛮齐全了 我们的Lina还是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我们过会儿去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早上七点钟嘛 那家里的人应该都非常的饿了 那我们要做早饭 其实我想把中饭跟早饭一起做掉它 哦 我们的孩子来到厨房了 再问一下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吃的 哎 我们的卡洛林没有过来 其他三个都过来了 还弄的地上都是脏衣服 哎 好慢啊 哦 我们的卡洛林过来了 我们四个孩子现在都到齐了 我们四个小可爱 我们今天就不上学了吧 哎 上学没意思 好吧 其实我这里不想这么说的 就是上学还是有意义的 好吧 但是在游戏里面呢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先在家里好好的吃个饭 我们下次再去好好上学 哎 这做的是炒饭吗 还是 还是什么 意大利炒面 感觉金黄金黄的 弄得我也有点饿了 这是什么蔬菜什么的 什么蔬菜卷 对吧 我记得是 通心粉田园沙拉 我们饭后来吃一点沙拉吧 我们再来 弄一点通心粉 因为可能就是家里面孩子多 大人也多 所以就怕吃不饱 哎 我们的门婴是 又在沙发上打肚 他可能没有休息好 哎 或者是会不会 他又怀孕了 哦 我们家的猫猫也过来看 我们这些人在干嘛 在臭热脑 我们再来做一个 玉米 哦 肉罐玉米面团吧 听上去这个名字还挺有趣的 我们这一大夹子看上去挺温馨的哦 我们再来做一份 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份 胡桃面疙瘩吧 这是可以算作是饭后的小食 因为胡桃还真的蛮营养的 那我们现在在等大家 把饭都吃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洗个澡 然后清理一下自己 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书 看看电视 我们再来休息休息 然后再来做一下娱乐活动 我们的卡洛林也感觉到 非常的惊恐 你看这游戏是有多卡 我应该是模组状太多了 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的铺人小姐姐 过来清理我们的房间了 嗯 我们现在 把厨房的一些剩余的饭菜 如果没有坏的话 就先吃掉它吧 不要浪费了 其实我们家的人 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只要钱够就可以了 干嘛一定要去当公司的狗啊 对不对 我们都不想当社畜 我们就只想自己去创业 我们自己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样子才会让我们开心 我们的萌音现在感觉非常的失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感觉他不能够把握他的未来和梦想 感觉非常的生气 那我待会儿让萌音去画个画 因为他是一名非常creative的模拟师民 我就去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饭吃了吧 沙拉吃了 我们身体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 是基本的 然后我们的家人 我们身边 我们最爱的人 也非常的重要 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很少看到 我在模拟师民的一个游戏玩法中 在一个家里面只会放入一位模拟师民 就是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不能让萌音就是成为怨妇的一份子 现在小孩子的床底下竟然还有怪物 我以为就是过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自行消失之类的 看来是不行的 床底下是章鱼还是怎么样呢 我怎么感觉还有点可爱呢 他既然感到很害怕 非常紧张的话 我就让他一起和他的伙伴玩一下娃娃屋 再多放一点玩具 再多让他focus在其他的事情上 等大人忙完之后呢 就过来驱赶床底下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的哲理还是静弹呢 我都搞不清楚了 他还真的是蛮怪的 他竟然在收拾 他们逃掉是因为 看到床底下有怪物 我们来安抚一下他受伤的心灵吧 我们先去让他在外面玩一下双杠 我们现在就来解决我们床底下的 驱赶床底下的怪物 我这样驱赶多少次啊 我们的静弹在和我们的Jack在下棋 因为这位小市民的特征是什么天才什么的 特别喜欢跟大人下棋啊 然后做一些博弈类的事情 还包括一起看书之类的 我们的小猫 我们的小猫跟卡洛林在一起 在一起玩耍 OK 那事情忙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让我们的猛鹰来画个画 来满足他的一下 就是实现愿望的这么一个动作 我觉得我们的猛鹰是怀孕了 就感觉他最近干啥啥都不行 就感觉特别的累 然后特别的想吃 我们剩两个吧 一男一女 然后我们的妊娠阶段 我们弄到第三期吧 我们到第三期或者到分娩 这样就可以快一点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三小只 他们应该还是怕 他们自己床底下的怪物 所以都来找大人 就到楼下来 想跟大人一起睡吧 我们的猛鹰现在 已经快要生产了吧 我们直接到分娩的状态好吧 我们可能再过几个小时 就要见到我们的宝宝了 这次是他和 我们的猛鹰现在的状态呢 就是他现在可能就在等待分娩的那一个时刻 他知道自己即将去医院 所以现在就坐在这里 稍作休息 他现在应该要去医院了 然后皮特就跟着他一起去 我们的猛鹰在生产 恭喜 我们生了一个包包 那就是一个男生的 男生的名字呢 我是想起千语千询男主角的名字 那女生的话呢 我们就随机找一下灵感 我们就在他育童吧 这名字还挺联雅的 育童 我们现在又有两个新生儿 我们呢就给他增加年龄 然后增加到儿童的年龄段之后 我们就把它送给寄养家庭 因为我们家里实在是放不下了嘛 一个家里面最多就只有八口人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模组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就是可以让一个家庭里面塞更多的人 但至少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孕童又长了一岁 我们来送人之前呢 还是要稍作修整 看一下他们长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最激动的时刻 全心全意 他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爱 是全心全意的 怎么感觉他长得有点像马来西亚人 跟父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我们就稍作修整 把他长得像我们的父母的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要求不要太高 为什么每次生产的都是 这鼻子为什么都那么黑啊 这下巴不行 OK就这样吧 咦 咦 咦 这嘴巴 咦 为什么啊 咦 好奇怪啊 哦 加点眼睫毛 然后眼睛 瞳孔变下颜色 我们就可以差不多了 大功告成 衣服再画一下 发型再画一下 这是我们的寄养家庭的小姐姐 我们找到寄养家庭之后呢 也可以经常的让我们的孩子 到我们的就是住的地方来聚一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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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四小子现在放学了 那我们的敬坛呢 就邀请他的小伙伴到家里面来玩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差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实在是玩不动了 那大家如果喜欢观看我的视频的话呢 请多多点赞留言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